那您这三年在北京在故宫的这种感受 哎呦这三年这真是 可以说是从无证冲动来换了一个人 那我们在东黄那些隔壁沙漠的西北那个地方 没有像故宫博物院这么受社会的关注 那很多人也不知道 莫高库在哪里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潜心做事吧 就是按照规律就是他受的影响比较 就是影响比较小 但是也有他的快乐 就是在甘肃那一个经济欠乏的地方 大家就是心比较近 外面去的人一看到都是苦 哎呦这些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一辈子就就过去了 他们是看不到我们的快乐 内心的快乐 到故宫以后 他是全社会关注 甚至世界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的关注点可不同啊 不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关注点上迷失了方向 那就麻烦了 在这样的一种坚守 守正啊 再创新 这个就比较显得 只管重要 巨大挑战 因为十四亿人 我们不要说十四亿人 就是一半的 他都知道故宫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各种 要透过你故宫要实现他自己的 自己利益的或者等等这些 我们要从众多的这种声音中间 你要守住 守住底线 我这三年是对我是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还是非常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这次就会说是脱胎换骨 我这次就会说是脱胎换骨 我这次就会说是脱胎换骨